在扶休期间,部分外籍渔船趁我国渔船回港修渔,进入我国拐辖海域实施非法捕捞活动,侵犯我海洋权益,危害我海洋资源。 中国海警局全面强化管控,多挫并举,多点联动,多线出击,坚决恶阻外籍渔船侵渔活动。 今年扶休期间,供驱离外籍侵渔船799艘次,登检46艘,扣岗调查10艘,发现外籍侵渔船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18%。 对押借回港的外籍侵渔渔船,依据我国刑法、渔业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查处,特别是对从事电毒炸鱼和盗捕珊瑚等渔船,强化司法手段运用,加大打击震慑力度,以对外籍侵渔渔船立刑事案件九起,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,目前有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